谁不见都会心中超恐慌,就是怕下一个看步 到家人,不过近日一起台大流行女大声失踪事件,引爆网军怒火,纷纷直批,浪费社会资源 女大声锦和家人表示跟朋友去其UBIKE后,就失踪超过三天,让家属担心的不得了 除了寻警方协助外,更透过同侪力量协讯,盼能借由网络媒体的力量双管齐找到爱女 索性失踪女大声两日,主动打给家人报名安,但仅以一句我人在新店,很平安,并表示不想联系 就挂掉电话并关机,让人有点傻眼啊 虽说与家人短短一分钟的电话内容曝光,加上家人怀疑爱女被挟持 因此警方不敢大意,仍积极借由电话定位搜索 不过今日一大早派出所就接到家属来电,表示打算要撤销失踪人口协讯且未多说缘由 但是仍希望警方协讯找到爱女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对此,就有一位原警私下透露,正是留女平安无事,但23岁的女大声似乎因为学业问题被骂,才气得离家出走 因此跟家人赌气不愿透露行踪,故意让家人担心,针对此事家人也低调不愿证实 而这起失踪案耗费各大媒体与警力人力资源,更叫人无奈都已成年人与家长 因私人问题搞这,不知道是什么戏的戏码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翻设自迪卡消息一曝光,让大票担心纷纷转发贴文贤寻的网友,看了超傻眼纷纷在迪卡表示,一声不响地搞这么大的风波也是挺头疼的,而且比克的 性能,不太适合这样搞笑死,如果是自己离家出走,还搞得大家都在找,一堆人不就在瞎忙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刚刚在新闻看到了,浪费社会资源哀,结果是跟别人私奔,让父母为他如此担心,还不透露行踪,这种行为真的很不可取 不仅更无法脱离家里,还浪费社会资源还是你也想离家出走一下,学他浪费警力资源,网路真递掀起一阵口水战啊 只是台大留同学再不赶快回家,爸爸妈妈会担心乱推测,欢迎加入社团点我,男人专属福利社 或许你也爱看,参考来源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请继续往下阅读